等一下我們看這一題的話 我們要求G這個函數 它的一個四字偏尾加上 它對這個S的二字偏尾Y的二字偏尾乘以2 再加上這個G對Y的四字偏尾 我們要證明一下這個合起來是0 原則上就是我們把這三項 個別把它算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它加起來 那當然我們要做這個四字偏尾 或者二字偏尾 我們就必須先從一次偏尾開始做起 所以我們先對做Z的這個X的一次偏尾 那同樣我們做這個一次偏尾的時候 cosY對這個S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就把它先寫下來 那這個S跟1S的這個部分的話 對S偏尾 那我們一樣利用兩個函數相乘的這個微分 那就是兩個函數相乘的微分 前為後部尾 前為後部尾 加上前部尾 後尾 所以我們先對S為分 S為分就是E 所以我們出來的一次偏尾 那同樣我們對Y做偏尾的時候 那這時候對Y做偏尾這個X的 S的1S 對這個Y是常數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這個cos的微分是 4sin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 好 那我們利用這兩個結果再去做S的二次偏尾 那一樣cosY對S是常數 那1S的微分 1S 那這一個部分就是在做一次微分 就跟剛剛的這個S1S的微分一樣 就得到這一項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 好 那同樣這個Y的結果 我們對Y再做一次偏尾 好 那同樣這個S1S 好 對Y是常數 我們就要為這個 sinY 好 那sin的微分是cos 好 所以就變成這個結果 好 那同樣我們 S二次偏尾做完以後 我們會做三次偏尾 好 那同樣這個還是一個常數 好 常數 那兩倍的1S 好 微出來就兩倍1S 那這個微分 好 跟前面一樣就得到這一項 好 那整理出來就變 好 這個結果 那我們 做完這個二次偏尾 好 我們前面這裡有一項 就是做完這個 好 Y的二次偏尾 再對S做 好 這個二次偏尾 好 那我們就用 這個Y的二次偏尾去做 好 那Y的二次偏尾是這一項 好 這一項 我們對它 對S在做的話 好 那這個 cosY 好 對這個 X來講是常數 好 所以我們寫下來 好 那S1S的微分 好 對S為人就是這一項 好 這跟前面一樣 好 都做過 好 那再來這個做完以後 我們 也可以利用剛剛Y的這個 好 二次偏尾對Y再做一次 好 那對Y再做一次的話 好 同樣這個S1S是常數 好 我們寫下來 那cos我們是負sin 好 跟這個負結合 變正的 sinY 好 好 好 那我們 把剛剛這個三次偏尾 好 這個結果 對X再做一次 就得到四次偏尾 那同樣這個常數 好 超超 好 那這個3的 1X 微分 好 就是 這個3倍 好 原來這邊有個3倍的 1X 好 然後再加上 好 這個S1S的微分 就是 1X加 X 1X 好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一項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邊有一個規則性 就是 四字偏尾 這邊 就是四倍 這個後面這個都一樣 三次偏尾這邊就3 二次偏尾這裡就2 那一次偏尾這裡就1 好 一次偏尾這裡 好 這裡就 就是 就一項 就一項 一倍這樣 好 那我們再看 這個 Y Y的這個 對S的二次偏尾 對S的這個二次偏尾 這樣 好 那剛剛這個 一次偏尾做完以後 就這一項 好 那我們再做二次偏尾 好 那同樣你可以 利用剛剛這個 X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特性 你會發現這裡是 一個 1S 兩倍的1S 三倍的1S 然後 四倍的1S 那我們現在剛剛 我們要對這個 Y做完要對S做一個 偏尾這邊是 一倍的1S 所以你可以發現 如果 對兩個S這邊 就會變 兩倍的1S 好 兩倍的1S 好 然後我們這個 Y三次偏尾做完以後 我們可以用它來做這個 四次偏尾 三個部分 好 我們現在用的 就是 這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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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一項 好 那我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這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就可以得到 好 帶進來 好 那這一項的話 我們就是用 這個部分來帶 我們就用這一項來帶 好 所以就把它帶進來 好 變這樣 好 那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用這一項來帶 好 那我們就用這一項來帶 那這一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 好 看到是0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四次證明出來